在一个国家里面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一起成功 其实我们走得好地地 你会看到有些人真的很想香港死 他先就是害死你批年轻人 荼毒你批年轻人 完全好像被人洗脑之后 你怎样告诉他以前是多么艰难 这个一国两制是多么特别 他都看不到他都不明白 为什么会有基本法和一国两制 其实很简单的 就是为了和平的 嗯 是 如果大家不要和平 根本就不会有一国两制 根本也不会有基本法 好了 他们这些人根本不知道 未经历过世界大战 未经历过这些事情 好像很好玩那样 他破坏了香港的和平 他们经常说现在就已经一国一制 那他们麻烦他们回去一国一制 真的体验一下两制的分别 他要珍惜 我和娘娘都要说 你有时跟他说理由是说不通的 嗯 那主要是你只可以骂他的 因为他们那些渔民政策已经去到一样东西 那些人不想分析 他只是喜欢接收一些口号式的东西 我其实都一定程度同意你 政府是太软弱 有些部门还是等运动的 我们其实都很多次忍不住 我们都批评政府都很重要 这个是为了香港好 并不是反对派骂得多 你又想骂我们绝对不是这样 但是有时真的看到他猛烈 政府和人一样 你不断不断骂他越没有信心 所以民望低 他做什么你都不相信他 但是同时他不断被人骂 像一个人那样 骂到他都没有信心 他站在那里 我其实想为这件事好 但是都侵了 所以后来我就决定 他做得好的 纵使很小 好像教小孩一样 你都要赞他的 因为人可能好像一个金路 很久没有听别人的赞 我发觉有一些官员跟我说 原来我们赞他一两句 他开心很久 他很有动力 我觉得这次财政预算案 其实做得不错 才爷算是顺应了民意